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如果我跟你提说 7月7日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是七夕情人节 对不对 但是很少人会想到 7月7日还有一个七夕事变 但是呢 在中国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真的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打7月6号开始 在网上开始发了 说 7月7日禁止娱乐 不要开心 这个要缅怀先烈 等等等等 所以关于这个 7月7日禁渔令 这个不是政府发布的 但是呢 是政府倡导的 也有一些明星 比如说肖战 这个参与他的官微 他的超话 都提倡这个禁止娱乐活动 可能还有其他明星 我不知道啊 我看到墙内的 就是他 但是呢 这事儿你不能细琢磨 你一细琢磨 你发现里边乐子特别大 那比厅场相声还过瘾 所以军头猴头 今天咱们花点时间 就关于这个7月7号 卢沟桥事变 七夕事变 这一个禁渔令 咱们来聊一聊 好 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来看新闻啊 那么首先呢 是这个 叫什么 X9少年团肖战 什么玩意 我这个年轻人的 我不懂啊 反正这么一个 好像还是个大V啊 这个发布了一个铭记历史 真爱和平 无被自强 七夕事变 85周年啊 你可以看这个图片上 对吧啊 然后呢 然后呢 他转发的是什么呢 哎 这就有点来头了 是大名鼎影的 CCTV 央视 央视说了 1937年7月7日 七夕事变爆发 85年过去了 卢沟桥的硝烟 早已散尽 可同胞逝去之伤 山河破碎之痛 永不敢忘 铭记历史 无被自强 今日 每日 七夕事变 85年啊 当然我们不过度的吐槽 这个央视 因为要吐槽的话 今天节目一个小时说不完 但是呢 这个只能说 符合央视一贯以来的 这个尿性 对吧 符合他一贯的发挥水平 咱们就不多 过多的苛责他了 对吧 但有意思的是 你看 这里边可没有提禁止娱乐 哎 那最近这个朋友圈啊 这个推特啊 等等其他社交媒体上 传播的这个 7月7日禁止娱乐 这个消息 从哪来的呢 您往后看 画面一转 哎 咱就来到了这个 所谓的肖战网宣官微 啊 然后说 说你看这日期啊 我特意怕看错了 我特意看了这日期 二二年的7月6号 啊 说 铭记历史 无管国耻 网宣在此发出 禁于号召 这就关着这个词吧 就特别的 特别值得吐槽 你禁止娱乐 本身带有强制性 你得有这个权利 对吧 啊 但是你又没有这个权利 你又变成了号召 所以这俩拼在一起 砖头又感觉就是一个穷小子 没钱 还有装阔的这么一股酸味 然后他下面说说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 啊 严肃对待 具体如下 一 请勿发布相关安利娱乐项微博 超话内会进行屏蔽处理 你听听 哎呀 动不动就屏蔽啊 好家伙 真是要脸啊 这点权利啊 你知道吗 利用的淋漓尽致 然后二 谨言慎行 相互提醒监督 三 若遇恶意话题或提起 请领冷处理 物与挑事者争辩 就类似于这种李佳琪为什么被封啊 别吭声 知道的别说 憋住 有点这个意思 然后呢 他的另外一个什么什么肖战影音会官微 也是转发这个相关的消息 就请勿参与所有艺人相关娱乐话题讨论 那等咱们就不多加赘述了 好 那么新闻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啊 咱们下面这个聊这个内容 说实在的 肖战这个名字啊 对于我来说 太苛刻了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这个年龄 我跟你说 专头这个年龄 我唯一能够想起来 在我的大脑记忆库里边 我就知道谢娜他老公 叫什么张什么啊 唱过一首叫逆战的歌 我想这逆战和肖战有啥关系 后来网上一搜才知道 我赶紧去查去 好家伙说啊 是个演员 所以我看这个官微 说实在的 我第一开始我以为是哪个 就是动作迎新 或者是说有特别爱国 像吴京战狼那样的 是吧 成龙那样的 没想到是个小鲜肉 当然无所谓了 他演什么跟我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想说 这个小鲜肉啊 要么他自己有点本事 你这不是本事 有点求生欲 要么就是他的宣传团队 有点这个求生欲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情 咱们抛开现象谈本质 首先所有人 所有正常的中国人 看到这则消息以后 就是我们缅怀归缅怀 对吧 吃完之前默挨三秒 也就极限了 你禁止娱乐干蛋呢 有谁能禁止娱乐 对不对 你能监督到吗 官员有没有娱乐 官员有没有混货 会所嫩模 你管得了吗 所以蠢扯淡的一个玩意儿 所有正常的中国人看到 都应该是我这个反应 但是你看他为什么要发呢 他并不是傻 他并不是蠢 而是他要自保 你说他坏也可以 你说他聪明 说他贼狗也可以 实际上现在明星 纷纷的开始政治化 你有没有注意到 对不对 成龙 包括那个谁 张学友 也是被迫 咱们之前录的视频 对吧 他们被迫的进行 或多或少的政治化 只不过在政治化的过程中 有的人像成龙 舔的比较好 舌头比较灵活 有的呢 那就就是说 笨鸟先飞 你比如像肖战这样的 我提前为了防止局势恶化的 对吧 连鼓掌都不热烈都有罪的时候 我先表忠心 对不对 爱党爱国 这个你看 在7月7号 为了英烈 我连笑都不笑了 我连娱乐都不娱乐 你看我对党多忠诚 所以这个东西 你看先是央视进行的倡导 本来是个软性的 但马上这些明星接下来跪地就舔 这本身来说是一种求生欲的表现 对不对 我相信如果官微不说的话 这不是说什么 说错了 如果央视不提的话 这帮明星有几个 知道卢沟桥的呀 都不好说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咱们又得转折了 但是 尊头现在这里 想告诉这些肖战的粉丝们 或者肖战 或者是其他那些 想效法他的中国那些明星们 我告诉你们啊 但是以后求生欲的时候 这个政治这个东西啊 你要去关注它 不能临时来报 临时来舔 因为容易舔错位置 你懂我意思吗 你仔细想一想 你去纪念卢沟桥没问题 你纪念抗日没问题 但是卢沟桥是谁打的呀 观众朋友们 想一想 答案可以告诉我 留在贫困的区 对 那叫国民党军队 跟我重复一遍 国民党军队 你懂我意思吧 你现在在 你现在的天 是解放区的天 是共产党的天 你在共产党的天 你去纪念国民党打的仗 你是不想活了 你是觉得日子太过 太过 这个过太舒服了 是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了 这种纪念 这种禁止娱乐 本身是一种高度文革 政治化的事情 本身是没有常理性的 正常来说就是 我们免怀一下可以了 如果你感情特别激烈 你家里有先辈 在这个卢沟桥战争争动 或者在抗议战争当中 你先辈去世了 捐躯了 那么你在这些战役特殊的时期 你摆上一个碗 当然我是旧徒 我们家里没有这东西 但是如果你有 你的家庭有这个传统 你摆一个碗 祭奠一下就行了 那老百姓 该吃吃该喝喝 我们活得更好 不正是先辈们的希望吗 对不对 我们不要忘他们就好 所以这个事情 本身是个极为扯淡的事情 但是你看到了 为什么我刚才说这番话 是因为既然扯淡 你就要扯得正扯得准 你连扯淡都扯不正 我说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如果中国的这些明星们 你们想要对档舔中心 你们像类似于这种 星星舔灯这样的歌的话 你们想舔OK没问题 但是你们请舔准位置 舔准对象 你比如说所谓的平行观大节 所谓的百团大战 所谓的三大战役 你们去查一查 别把日子查错了 别把日子记错了 在那个时候 你们可以表一番忠心 因为那些战役的主角 是你们今天的主子 共产党 而不是国民党 不对 你还得把那平行观大节去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中国宣传是八路军打 实际上你从宏观来看 那场战斗属于当时中国第二战区总司令 延西山领导的 国民党一共投入了11个军的兵力 与日军展开会战 然后后来失利之后又转入太原会战 但是在这场战斗中 林彪所领导的这个是155诗 还是多少诗 我忘了 这个某一个诗 作为中国共产党改变为八路军参战的 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战争 那这个时候你歌颂的时候 就要注意力度 对吧 你还是去歌颂那个百团大战 可能好一点 那如果你要问说 那为什么只有这么几个战役呢 那你不能问我 它确实就只有这么几个 这个因为主战场不是中共打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事情 你歌颂一个国民党打的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战役的话 那么你可能得转向台湾 因为国民政府 国民党还没亡呢 中华民国在台湾还在呢 所以这个事是我觉得特别可笑的 第一个事情 就是拜庙 拜错了山门 供错了猪头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 在我看来是很好笑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们觉得有没有 觉得好不好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这个事情本身的意义 也是代表着中国这种 空前浓郁的这种政治氛围 连一个搞娱乐的明星 不管他是为了自保 还是为了发展 还是为了甜 不管哪一种 他都把政治的斗争 就是把演员靠的是 对吧 颜值啊 亮不亮啊 盘顺不顺 活好不好啊 演技超不超 这个超不超级啊 对吧 这个表演才艺多不多 等等 你靠的是这个 但是主要是看帅不帅 是吧 但是你逼着一个演员 去搞政治 做政治方面的 你就跟李佳琪悖论一样 对吧 去做跟政治相关的 这种防范 我觉得你就跟逼的那种 对吧 某些不会上树的生物 生生爬到树上 是没区别的 这种事情 如果你是这个趋势 如果你发展到后面 发展到后期的话 那真的就回到了文革时期 那种像每个人说话之前 来张三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张三站起来 掏出小红本 掏出小红书 不是那个APP小红书 掏出那个红宝书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先来一段 甚至说 据说在这个文革期间 比较疯狂的时候 据说夫妻行周公之礼之前 都要拿出个小红本来 念一段 我们今天要这个做什么事情 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要把这个毛主席的教导 生灵活的 应用到生活当中 所以那开始之前 先来一段 那你说如果这个生活习惯好的夫妻 那这样还好 对吧 小红书随便都能找到出来 念一段 完事该干嘛干嘛干嘛 但问题是如果有一个人 对吧 你像砖头这样 丢三落四东西随手放 这边准备准备开始了 等等 我们先要念毛主席语录 好拿出来 女方拿出来了 念完了 男的 把我书呢 找 等找完了 我找到了书 哎 软了 对吧 你整成这样 那就太搞笑了 所以说啊 我们常说 遗忘历史 就地位着背叛 这个话没问题 专头给这话鼓掌 我们不应该遗忘 但是在铭记历史的同时 我们是否同样铭记这份仇恨 历史和仇恨是否应该画等号 我认为是完全不需要的 而且实际上很多中国墙内的朋友 他们有可能刚翻墙出来 或者发表翻墙出来 他也不会去看相关的信息 他们根本不知道 很多的仇恨是被宣讲出来的 是被营造出来的 你就比如说中美仇恨 你就比如说中日仇恨 说美国 天天说美国境外势力 亡我之心不死 尤其是美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天天到这个 但问题你他妈也不想想 你中国一片文盲的时候 是谁在中国帮助 你中国点亮了近代智慧的 明灯清华大学 你今天敢否认清华大学不好吗 好 清华大学怎么来的 自己查去 我不说了 好吗 境外势力 我就告诉你这四个字 境外势力 然后你中国 遍地软黄金 这个生了病 只能喝板栏根 吃那些奇怪的 类似于用什么 过冬的曲曲的 须子当药饮的 这种中药的时候 当你生活在那种年代的时候 是谁为中国点亮了近代医学的明灯 是协和医院 这个不否认吧 学医的朋友都知道 对不对 好 那么协和医院哪来的 洛克菲勒 美国 境外势力 当国民战场 国民党在这个正面战场 被日军打得哭爹喊娘的时候 当整个国民政府都丢失 这个首都都沦陷丢失的时候 是谁用民间的力量来到中国帮助你抗日 又是哪些人在你中国的这片异域他乡 抛头颅撒热血 帮助你维持那个著名的驼峰航线 是美国人 是飞虎队 又是境外势力 然后珍宝岛事件 你的俄爹要拿原子弹干碎你的时候 是谁站出来 告诉你的俄爹说 孙贼 你别动 你呀敢动 我就抽你 我这也有蛋蛋 是谁 又是美帝 然后你要改革开放了 你需要外资 是谁给你外资 又是美帝 这次加上了日本 而先锋 是被你们踩在脚下的香港商人 由香港商人牵头 撬动了美国和台湾 不是美国台湾 还有这个日本的商人 来划投资 又是境外势力 所以你们天天喊着说 勿忘国耻 要仇恨 要仇恨日本人 要仇恨境外势力 他们亡我之心不死 你们从来不动脑子 想想 是谁让你们有了今天 有人说 你不能骗面 难道一个清华大学 就能代表中国现在 你去看看 好不好 你去看看 我会说错 历史不会 自己去翻翻书 你看看自己能错成什么呀 而且有观众朋友说 那日本为什么 还有三百进国神社 日本为什么还不道歉 翻墙出来看看吧 朋友 不是日本不道歉 是人家日本在多个场合 向你的领导人道歉了 你不是全过程民主吗 人家日本人多次 向你的毛泽东 向你的毛爷爷 可能是没向你的习爷爷道歉 但是向你的毛爷爷道歉了 你的邓爷爷 邓老平 专门去日本 给人家日本还鞠躬 请求什么本田 请求人家这些公司帮忙 说中国近代什么什么问题 对吧 我们各种东西造不出来 人家日本以一种 办帮助 小办投资 大办赎罪的心态 把很多的日本的这种生产线 技术 给到了中国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历史上网上都有 你们去查 好吧 我不给你一一列出来 要不然时间太长 日本没有赎罪吗 你中国到前不久 你还每年拿着日本的低息 甚至无息贷款 跟这装什么呀 这么有骨气 贷款别用啊 对不对啊 所以说仇恨不是目的 铭记历史 作为中国人铭记历史没有问题 你要强大 你要自主 你要有自己的科研 但是你如果为了你想要强大 你想要自主 你学学人家日本的藏富渔民技术啊 你学学人家日本的 对吧 这个什么 五十年三十个诺贝尔奖啊 你学学人家日本的那个什么 什么收入倍增计划呀 你这不学 这不学 你学的都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看看同样是疫情 人日本的人口不如你中国多 可人家日本的人口密度 那是世界文明的 你看看同样是防疫 人家日本是怎么防疫的 你中国是怎么防疫的 同样是疫情下的经济 人家日本是什么样子的 你中国又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还在搞清零 现在还在搞封城 现在还在搞各种 不叫封城了 叫静态处理 你现在还在整这件玩意儿 你现在跟我说 就连你想缅怀你的战事 还是缅怀国民党的战事 你还要用禁止娱乐的方式 你倒不 你这个禁止娱乐 你禁止的不是娱乐呀 你禁止是经济呀 对吗 我吃顿肉 我还刺激消费呢 那你应该鼓励 你真正说是有点脑子 鼓励这一天 铭记 吃饭的时候 我们梦挨三分钟 我们吃饭的时候 多点一个菜 刺激经济 这都不会 就会禁止评论 到处禁止 禁止评论 禁止发言 禁止留言 禁止转发 禁止发帖 禁止娱乐 禁止生孩子 这是已经玩过的 所以说 中国这个民族 遍地苦难 不是没有道理的 好的不学 专学坏的 你这有什么辙呢 对吧 所以说 他节目最后 在我们基督教里边 有这么一段话 叫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镖竿直跑 这是我们很多人 这个正 就所谓的正能量 虽然很恶心这个词 但是所谓的这种 这种感觉的一个 一个生活态度 这个 西洋东西 我们不多谈 我只是说 作为中国人 我不希望所有的中国人 就长久的靠着 恨日本人活着 因为在各种的文化作品 动漫 影视 小说 文著 这个名著里面 都已经记录了 所有靠着 这个仇恨活着的人 都是可怜虫 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 他们没有自己的快乐 而中国的这个仇恨呢 由根本来说 又是假的 它只通过 政府通过百姓 制造仇恨 让转移百姓的注意力 来增加的统治力和凝聚力 所以你最后连仇恨都是假的 太可悲 也太可笑 好了 这就是我对于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七七 卢龙小事变的总的这么一个看法 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 没关系 有不同观点 只要您合乎逻辑 欢迎评论区留言 欢迎评论区给我指出来 当然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欢迎您订阅 评论转发 点赞 好吧 那今天我就聊到这里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